我们现在就先赶快来看一下 当我们第一次打开Table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它第一个画面 就是Connect Open Discover 其实在这个地方Connect就是取得档案 所以它可以取得 例如说单一档案 单一个的档案 那你一定会问说 那如果我今天 我把它按照年来去做好 这个CSV档案的话 例如说2017年有一个CSV档案 2018年有一个CSV档案 那怎么样抓进来 那其实这些教学影片我都做好 你可以上网Google YouTube 然后去搜寻我的姓名 再加Table 你大概可以找到这相关的影片说明 记得它取一个档案的时候 它会取相同类型 直接就抓进去了 那在这个地方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PDF档 它可以辨识PDF档 也就是说假设你今天拿到的资料 它不是文字档不是JSON不是CSV 就是兴奄直到HP Guide 都没关系了 PDF照样可以直接把它堵入 这是这套软体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另外它可以直接连链资料库 你看在这边 不管是你所熟知的 像例如说微软公司 就是Seql Server或者是云端 或者是NoSeql 像MongoDB 这些他全部都已经放进去了 像Amazon的这些云端的 资料库 他也全部都放在这边 所以非常 等于说是 相容器蛮高的 那我们今天 上课呢 就是以 这一个 这边有一个Safe Data Source 这个 这个Simple-Superstore 那个超级市场 美国的超级市场 销售的情形来跟各位去做 讲解 我要特别讲一下 这个资料非常干净 因为他只要 他主要要先推他的视觉化工具 当然他会把他资料整理得 非常干净 然后方便 所有的讲师来去 那个去做讲解 好我们现在就直接点他 这个Simple 那如果说你 然后要开自己的档案 请你选择 上面这个 True a file 例如说 假设你是 CSV 那就请你选择 True a file 就可以 抓进来了 就很像开启旧档的方式 那我们现在是直接点这个 Sample Sample Superstore 所以麻烦请点一下这个 Sample Superstore 然后当我们点进去之后 产生了资料连结 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 算是第2个画面了吗 这个第2个画面呢 主要在这边有Data 还有Analytics 主要我们先看Data 这个 视窗上面就有一些相关的功能 这是相关的功能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所有的Data 各位可以发现这就是Data的栏位 栏位 例如说 我先给你们看那个Data Source Data Source这边的话 它是不是有像 例如说第1个栏位叫做Order ID 第2个栏位叫Order Date 第3个 Ship Date Ship Mode 还有顾客的名字 这些 你发现这边它上面有个属性 它有分成什么 文字性质的 日期性质的 日期性质也是属于文字字 字串性质 然后 文字性质 那你如果拉到最右边 你会发现 它也有数字性质的 数字性质 它就用仅字号来代表 这个栏位是数值的资料 好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刚刚这个Ship One 点选这个Ship One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上面 Data它分两类 第1类 第1类 叫做Dimension Dimension就可以把它想成就是那个 自串型的 自串型的资料 Mensure Mensure就是 测量 就是那些数值的资料 好 通常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我们会 一个 一个 向量的 栏位 搭配一个 数值 栏位 来去做分析 举例来说我这边我可以 画出什么呢 那比如说 各年 销售 统计 那我是不是取这个 Oder Day跟Sales 来画这张图 或者是我今天 我想要去画一个 各国 各国的销售 或者是各 城市 各城市的销售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多半在分析的时候我们会取 例如说 一个文字栏位跟一个数字栏位来去做分析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分析 那在这个地方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栏位 文字栏位非常多 那数字栏位是不是至少也有 12345 5个 那我们就可以去思考 像这里面如果文字栏位 C15取一个 出来搭配 数字 数字 C5取一个 来去做 计算 这样我们可以产生 非常非常多的 计算结果 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分析 非常多的事情 可是 分析很多事情 好不好 那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感觉你好像都要分析 可是你应该 先要知道说你的 分析策略是什么 你要先挑你最需要 重视的那个 分析项目来去做分析 才是比较好的分析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何建立自己的一个分析策略 我觉得比较重要 那在这个地方我想 假设我今天我要做一个视觉化 报表是要给老板看 那老板可能最关键就是说什么 例如说 我到底今年的总销售是多少 然后我今年获利是多少 对不对 因为老板可能最关心这些事 我先做好给他看 那我相信 我相信 远胜于说 哪一个产品卖的最好 这件事 是他关心的 所以先做老板最关心的事情 好 那这边大概知道了 我们有这些栏位 等一下可以去做选择 另外在这个地方 有三个我们制作动画很重要的重点 第一个 例如说 配举 这是跟制作动画的关系 过滤 过滤 过滤器 还有这边有一个 MAX MAX是标示 标 你可以做色彩 因为视觉化 可能有时候我们要去标 他颜色 用色彩去做视觉化 用大小来做视觉化 要不要放文字 来去呈现他的视觉化 好 那这边是什么呢 这边是一个很大的画图的区域 这边是画图的区域 接下来 Show me Show me就是我要画的视觉化图表 但你一定会觉得说 这样子的视觉化图表 其实太少了 绝对满足不了 我们 希望呈现的视觉化 其实可能有上千种的一个画图的工具 其实你可以到时候去下载别人画好的工具 好 这些图都可以去做一些感验的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做第一张 可能是老板他最想要去看的一个 访计图表 我们来介绍一下 连续性分析 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拿到了 就是说 连续的资料 然后我们可以呈现说 这个 资料 他的 一个结果 可是 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资料一定要是连续 什么叫连续 例如说 1月1号过来是1月2号 1月2号过来是1月3号 或者是你拿到1月的资料 2月资料 3月资料 这是有连续关系的 那如果说你今天拿到是产品类别 对不起 他不是 类别 他不是连续资料 如果我们今天拿到连续资料 我们可以去进行连续性翻新 例如说我现在想要翻新 各年的销售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边是不是 我要找一个跟时间有关系的 跟时间有关系的 这边只有一个 older day 好 所以我们可以 怎么样去把它 叫进来呢 其中您可以快速点两下 但是我希望说 你稍微知道一件事情 但我们今天就想要去画一个 直条图 假设我的 x 轴 想要放的是时间 y 轴 y 轴是直 我想要放的是 销售额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用拖拉的方式 也就是older day 我们可以放到什么地方 放到 弱 这个地方 当然你也可以 不要这么麻烦 你只要快速点两下 它会自由搭配 好 接下来就是 sales sales直接放到这个 蓝 这个地方 它会自动帮我们 去做一些计算 它会自动帮我们去做一些计算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画了这一张图 然后如果 这个时候我想要选择用 直条图的方式呈现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show me show me就是视觉效果 只要点选你要的统计图表 例如说点选它 它就完成了 这张统计图表 那这是画出横条图吗 如果你这时候希望 转向 希望转向 转向在这里 转向在基本工具里面 有看到 x轴跟y轴的转向 好 那我想 这张图 其实以下 也可以做得到 这根本就不需要 这个视觉化分析工具 好 那我现在要特别 跟各位分享 就是 那视觉化工具 它的技术 到底在什么地方 好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为了我们 上课方便 所以 我们先把这张工作表 快速点两下 快速点两下 我们先 先把它的 名称 定义好 像例如说 这是各年销售 各年的销售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这张工作表 这张工作表 我们可以 复制 复制 这边有copy 跟duplicate 我们要选择 复制工作表 是这个 duplicate 滑鼠右键点选 第一张工作表 然后 然后点选 duplicate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产生了 第二张 一模一样的工作表 我只是为了刻意告诉你 那个技术是什么 您看一下 在这张资料表里面 如果我今天 我现在是不是算出来 各年的销售 各年的销售 你可以点一下这个T 当你点了这个T 他就直接把那个金额就直接 呈现出来给你看 这是我们传统看 资料 看那个以上做好统计图表 必备的最基本的一个工具 好 那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可以大概发现 就是说第2年 它是有衰退的情形 然后第3年第4年 它有逐步的上升趋势 那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这个这个蓝 这个蓝 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往下探索 往下探索资料 这个year这边是不是有个加 你可以点一下 它就直接向下探索出来 直接帮助我们算出来 例如说 例如说2015年的第1季是多少 第2季是多少 以此类推 这就是他的技术 好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一个周期性 就是 第1季第2季第3季第4季是逐 逐季的上升 那这件事情的话 如果你今天要用easeal来去做的话 可以做到 但是有可能按一个按键就完成吗 不可能 所以接下来我就全部都要教你们这些技术 的使用 大概2,000按键我就做完了 分析 而且不会错 这是它最大的特色 那错的话一定起来有字 一定有那个原因 那你用easeal easeal 有没有quater 这个韩式 答案是没有 他有 这个韩式 他没有什么 season 或quater 这个韩式 对吧 对吧 我教了20多年easeal 绝对 了解这件事 就是1到3月 我们就把它归到第1季 4到5 6月我们就归到第2季 在这边我只要按一个按键我就做完了 好了 这个 可不可以再继续往家探索 可以 那我们就点quater 前面这个 加 我们就可以探索到月 所以从这边月我们大概可以发现什么事情呢 就是 因为刚刚讲说那个 123 4季 就是逐季上升 那在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每一年的那个 尤其是2月 2月 销售不太好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要想在美国 超级市场 2月销售 而是比较低的 为什么 对不对 如果你是在家公司 你是不是要去想 去思考 这个原因了 好 就发现 2月可能因为太冷了 有可能吧 可以了解我现在在说什么事情 你们到时候 最后 最后 你们是要把那个故事讲出来的 我会慢慢引导你告诉你说 我们今天不是只要画图出来 你画图出来 你不然就直接给指导教授说 你看 这是我画完的结果 请你欣赏 然后就结束了 不可能吧 你一定要把那个故事整个讲完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说 这是第1个很重要的一个 激素的分析 这还不够 麻烦请点 刚刚在这边不是什么 减吗 一有前面是不是减 我们把它先全部折回来 所以这样会不会去做连续性分析会吗 好 他更棒的地方 他可以去做 淡季 旺季的分析 而且 我说过 按几个按键要完成 一个 好 来 请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year year 这边有一个往下的三角形 点下去 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组的 year, quarter, month, day, more 还有这边又有一组一模一样的 year, quarter, month, week, number, day, and more 好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这边 这边 你可以大概看到 year 他是2015 然后 quarter 它是q2 好,只有看到这件事情 好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好 例如说当我现在 点一下 这所呈现的意思是什么 我刚刚是在这个地方 是在year 我现在点下面这个quater 这个quater所代表的意思是说 2013年的第一季加2014年的第一季加2015年第一季加2016年的第一季 所以我们大致上可以了解 第一季好像就是每一年都不好 那我们的热销的季节是不是第四季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现在所做的事情 按一个按键我们就做完了 这是淡季 那有没有淡月 旺月的分析呢 有啊 就是点这个month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大概可以发现什么事情 好 他在这个地方呈现的结果会发现 9月 11月 12月 是那个 超市的 这个super store 的一个销售的旺运 那请问 这边 我相信 任何人都应该要去追问一件事情 就是说 那为什么10月突然掉下来了 美国10月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就有待各位要去 要去看到现象之后 我们还要去探索 探索探索的时候 你可能会朝几个方向来去思考 可能去查文件 看新闻 或者是去回去检查一下资料 资料有没有错啊 要是资料有错的话 你是资料分析的人员 你就只能回去再去追资料了 对不对 好 那这点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好 这也是一个案件 我们就可以做完连续性分析 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观看一下 这个 刚刚 刚刚这件事情 其实最好的一个呈现方式 最好呈现方式 我们是用 改用什么方式来呈现 视觉化 所以多多少少我们可能会 就是用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来去呈现 像刚刚我已经加了一个T 我刚刚加了一个T在这边 我刚刚加了一个T在这边 它是不是就直接显示那个 这个 bin 它的数值大小 它的值是多少 对不对 其实它用的就是 Label 例如说你现在把 Sales Sales 直接搬到Label这边 Sales 直接搬到Label 按住Sales 搬到Label 你看是不是 等于你按了这样T 好 那我们 除了可以用标数值上去 请问 可不可以用什么 用色彩来区分 用色彩来区分 例如说 Sales 在这个地方 Color 我移到Color 这边 颜色是不是比较浅 这边颜色是不是比较深 好 例如说我们现在去做 做什么 做 做Mounce 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 我们会讲 我们如果透过颜色 这样视觉化来呈现 我们会发现 第四季 第三季的季末 到 第四季 它的一个 相受情形 其实还不错 好 都维持在 蛮高的一个 数值 可是 就是 第四季刚开始的时候 掉下去了 因为你从色彩上 是不是很明显的 区别出来 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视觉化 视觉化 标示 数值的大小 当然这个色彩 你都可以去做一些改变 好 那预设化 它就是 数值越小 它用浅色 数值越大 它用深色来去呈现 那我们接下来 连续性分析 还有 淡季 旺季 分析完毕之后 我想要介绍的 分析是 同期比较 同期比较 什么叫同期比较 通常 我们刚刚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说 我们的 销售 销售 是不是有 4年 2013到2016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刚刚的销售 是不是 我们就快速点两下 older day 然后 sale 然后我们去画图 我们可以发现 对不起 它已经是2015到2018了 对不对 刚刚你是不是画出这样子的图线 那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同期比较 我们会希望是怎么样呢 我们希望它呈现的方式就是说 那个 一年一条线 一年一条线 然后下面这个轴会变成是什么 你连续时间来看的话 下面这个轴会改成什么 是年 季 还是月 还是日 应该是月吧 对不对 我们看 个月 的同期比较 同期比较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例如说2018年的销售是怎么样 跟2017年的销售比较是怎么样 我希望个月都呈现出来 它的一个差异 而且最适合不是用直条图 而是用 折线图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必须要把这个轴改成什么 我必须要把这个轴改成月 怎么改成月 我是不是可以点这个 时间单位 把它改成月 1月 到12月 1月到12月 然后呢 我希望这个线条 这个线条是用 折线图的方式呈现 那 各位刚刚是不是讲过说 这个 这个 月啊 刚刚我是不是选择上面这个月 下面这个不用说 这就是连续性 连续性 所以我刚刚就没有刻意跟你讲 下面这就是连续性 好 这个地方的月 这边所指的月 是不是4年 加起来 放在这边 对吧 因为现在是一条线嘛 你看不到 你根本就看不到那个 同期的感觉 所以怎么看到同期 我现在 我现在我可以把 这个 older day older day 搬到什么地方 你觉得搬到色彩还是 标签 然后它就变成四条线了 答案是 色彩 有没有看到 四条线都出来了 四条线 有看到吗 我稍微把这个 这个standard 改成 interview 对不起 应该是全部 entile 是完整的 完整的 去呈现 好 有看到吗 我想这应该没有问题 记住就是要把older day 当作是图例 当作是legion 然后来去呈现 你就会 从一条线变成四条线了 可是四条线好不好比较 不好比较 而且通常老板可能会想 你不用去 制造老板的困扰 所以这个时候建议是把那个 四条线改成两条线 例如说 2018年跟2017年留在这边 或者是 你干脆就让老板自己去决定 他要拿两个年度 比较 所以怎么做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older day older day 搬到 搬到 filter filter是过滤 过滤 好 然后接下来请选年 请选年 然后 下一步 然后如果说我们暂时 暂时把这个2015跟2016关掉 我们暂时先把2015跟2016关掉 然后点选 OK 你看现在是不是只剩下两个月份 对不起 两个年 的资料 2017年跟2018年 两年的资料放在这个地方 可以存现同期比较 对吧 可是我刚刚讲到一件事 最好是让那个日后在操作这张报表的人 自由选 自由配 你们说这样子会不会比较好 会吧 所以 我们只要做一个小动作 就是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这边 这边 是不是可以看到 有一个叫做 编辑 filter 跟 show filter show filter 建一个位置用 show filter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让老板自由去选 这个 他可以全选 一起看 他也可以 不要看2015 不要看2017 他就是要看2016跟2018 好 那当然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前面稍微注意一下 前面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是同期比较的时候 这个故事是什么 当然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这两个年度基本上 都会一直往右上跑的趋势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销售额 是 就是 不是逐年 是逐月 是上升的 对不对 月到秋冬季 那个 销售额是越高的 好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你一定要特别讲一下 因为 2017年是红色 红色理论上叫比较低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讲2018年 他就是销售额 2017年来就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 2018年 2018年 他的 二月 表现 苏同期 因为我们在做同期比较 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对不对 苏同期的那几个月 这样拿出来来去看一下 好 来去思考一下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而且还有 四月也书同期 可以吗 好 这就是 他很重要去 呈现的 另外我觉得在美感上面 因为 这两条线 这两条线能不能变 粗一点 这可能都是我们比较希望调整的 请问一下 这个线条变粗一点 怎么做 这边有没有看到 这个max 的size 终于可以讲到了 点一下他这边稍微调粗一点 你有没有发现 线条是不是变粗了 对不对 线条变粗了 有看到这件事吗 这个size size 好 请问都有没有跟上 有 好 那我们再把难度稍微提升一点 有时候我希望这个圆点稍微大一点 圆点 大一点 好 因为 这套人 因为我到处在看那个视觉画报表 我蛮喜欢这种骨干点 就是 这个线我觉得这样 已经够出了 好 可是这个圆点我希望大一点 我是怎么做 我稍微教一下 Ctrl 键按住 Ctrl 键按住 然后把这个 cells 拖曳过来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再产生 一模一样的 一个内容 一模一样的 一个 那个 Rule 就是那个 一模一样的内容 然后接下来 请把这两个 请把这两个轴 改成同轴 滑鼠右键点下面这一个 请改成同轴 同轴 然后请到右边去 请到右边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就是 同步 同步 好 然后点它 然后接下来呢 反正你现在就多了一个这个东西就对了 这个东西就是它 好 好 所以我会刻意点 点下面这一个 然后 请把它的 它的形状 请把它的形状 改成 圆圈 请把下面这一个 下面这一个的 形状 形状 这个形状 下面这个形状 请改成圆圈 改成圆圈 然后接下来 请把 请把 就是 它的 size 稍微 调小一点 有看到吗 我觉得 这样子的呈现蛮漂亮的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字 好像重叠在一起了不好看对不对 但是因为我们多了一组的字的标签 我们把下面这个字的标签删掉了 下面这一组的字的标签 怎么直接把它拿掉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各位 你看 当我点 当我点这个sum 这边是不是有这一个 然后当我点这个sum 这下面是不是有这一个 好请把 其中某一个 对不起 他的标签 这个标签拿掉 我们先把标签拿掉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点选这一个 点选这一个 然后请把4小时搬到 标签这边 就只剩一个了 刚刚有两组 刚刚有两组 好 好 接下来这个 用我这一台现在不能打 中 算了 那我就打英文 这应该叫做什么 比较 同期比较 接下来我要介绍 第3个 第3个 叫地理分析 地理分析 好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地理分析 地理分析 它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模式 只要这边 只要这边你放 例如说 城市 它这里 它就会自动辨识 这个城市 是 属于地理名称 例如说 假设你这边放的是那个 行政区 对不起 他不知道 行政区是什么 所以建议你们栏位 这边应该是要改成 他看得懂的 他看得懂的 好 例如说 假设我现在 我想要去看各城市销售情形 各城市 所以city 快速点两下 city 这件事情要请注意 一定要在什么 有网络的状态 有网络的状态 因为他现在 要去抓那个这个 要去抓这个 就是地理位置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 因为 你这样子分析 大家看到都是相同的那个 原点 这没有什么意义 好 那 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我们可以把 销售额 销售额 直接拖曳 放进去 放到什么 大小 直接放到大小 所以这边是不是就开始 可以构成 分析这件事了 有没有看到 就是右上角那边 有两个 比较大的原点 然后左边 刚刚 西岸 西岸有三个 比较大的原点 有看到吗 好 我觉得这样子的分析 这样子的分析 如果再加个颜色 颜色来去标利润 会更好 颜色来去标利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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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 搬到 颜色 你就可以发现 请问 请问 黄色代表什么意思 因为 因为你要去 知道说 那个 原点 圆点越大越好 对不对 可是要是负的 哇 那就糟糕了 你看在右上角那边 有一个很大的 蓝色的点 旁边居然 跑了一个蛮大的 黄色的点 那黄色点是你想要看的吗 不是吗 对不对 好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可以立即快速去做地理分析 是 好 那他还有一个很棒的 就是 那个 灵界 区域的划分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这个 像那个 总统大选 总统大选的时候 我们来去看 谁的支持度是多少 那非常精彩 就是 一下是 可能是黄色 然后一下变成蓝色 然后又改 改回来变成 黄色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个 max 底下 因为是地理分析 所以他提供了 map 这真的是 因为他都不包 我把真实的去呈见出来 这个 map 我先还原一下 这个应该要用成 你们有画出来吗 他的灵界 整个都应该画出来才对 好吧 我希望你们回去 或者是你用字眼都不可 应该是可以画出那个灵界 灵界 这个map 真的不是现在这样呈现的方式 所以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好 这是地理分析 因为他到时候 他真的会呈现出来 呈现出来 就是说 整个完整的 这一个周是什么颜色 我只是要告诉你 就是完整 直接填满 像例如说这个周 整个就是什么什么颜色 好 例如说都是蓝色 好 接下来地理分析完毕之后 我们来看下一个分析 我们来去做散布分析 散布分析 您看一下 在 在 以这家公司来去看 以这家公司来去看 我们是不是有 就是 非常非常多的客户 客户 好 客户应该在文字 文字栏位 这边有一个客户的名称 那我们可以快速点两下 是不是就产生一堆的客户 那 有些客户 他对于我们公司来说 他销售额高 然后利润也高 然后我们可以说 这是一个我们比较希望的客户的形式 然后可是也有一群的 客户 他可能给我们的公司 带的获利是 复数的都有可能 好 那我们现在 怎么来去画这张图呢 我们 首先 先快速点两下 产生客户的名字 放在如果这边 然后接下来快速点两下销售 他就一样放在这里 还有一个是 利润 Profit 快速点两下 这样是不是就三个蓝 就是一个文字 搭配两个数字 就可以画三部图了 这件事情 一定要前面稍微知道一下 因为通常我们想要去 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 那个 到底 到底这件事情 它跟 那个 什么和什么的关系是什么 这个时候 散步图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张图 好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点这个散步图 点这个散步图 那散步图 散步图 这个时候我一定要稍微跟你们强调讲一下那个 趋势线 趋势线 对你从这张图 我稍微为了大家能够观看方便 我稍微把它格式化一下 例如说 formate formate 这也是新功能 formate里面针对字 针对字 这个formate 第一个是form字形 然后我们把它 改成12 12字形 稍微比较大 还有 颜色色深一点 可以吗 颜色色深一点 它里面有没有中文 微软这样可以 好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先把这张图 画到满板好了 整个满板去呈现 请问一下 这张图你会希望说他往右上跑 对不对 如果你是老板你一定希望他往右上跑 如果你是老板你希望往右上跑 那除非你是在做那个 慈善 对啊 慈善事业不是公司 所以你看一下 我们第一件事情 然后先画出一条趋势线 划出一条趋势线 所以在这个地方 划出右键 你可以点他 这边有一个 chainline show chainline 好 恭喜 这家公司可以再继续存活 为什么呢 因为 他是往右上跑的 对不对 chainline 而且通常这条趋势线我们还要去看一下 去看什么事情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这是小众 小的获利 小的利润 好像蛮服从这条线 对不对 可是 当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不是发散 这边有看到发散吗 当公司销售额越高的时候 就是这个族群告诉我们的启示 当公司销售额越高的时候 利润 相对是高于 平均 利润的 可以吗 因为他在他上面 相对的 我们这时候就 虽然他可能排在你的第一大客户 他排在我们的第一大客户是看销售 可是他的利润却好低 有没有看到 还是负的 这 这不是又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吗 大毒瘤 可是我们因为是 我们是生物医学资讯 如果说我们可以在癌症上面 我们把那基因全部到 人类就是我们常看的 2万多个基因好了 我们这样看 如果看到这一个 那 我们就可以赶快 赶快来去深入 继续去 探讨为什么 对不对 真的 你看 最大的客户居然 利润是付2000 你说奇怪不奇怪 所以 所以 我们 我们后面 就是我们下一次 我们就一定要想办法告诉你说 我要把这些客户 我稍微分类一下 分类 就是说 高销售 高销售的这些大客户 他常常购买的产品是什么 跟小众 小资客户 他会跟我们公司往来买的产品会是什么 一定不一样 我们会去分析这 这时候我们就要用函数来去导入 在还没有函数的时候 然后呢 所以我们先来看 他里面已经提供了一个叫做分群 所以我们先来做一下分群 分群它的意义是什么 各位我想应该多少可以理解 因为 这么多的客户 我先把它分成 大客户 小资客户 或者是中间 中间那一类的客户 或者是 澳洲来的客户 都可以 看你要怎么分类 看你要怎么分类 好 那我们 怎么做分群 在这边 Analytics Analytics 这下面就有一个叫cluster 不过这个范例分群 分出来效果不是很好 这个cluster 拖曳过来 拖曳到这里 拖曳把cluster拖曳到这里 你有没有看到cluster的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单词叫 Focused 有看到吗 上面说有一个Focused 它现在是不是灰色的 它现在是灰色的 因为 只有连续型资料可以做Focused 好所以我先提醒你一下 因为等一下我要教你 顺便把那个预测也教一下 好 这边 放开 放在这里 然后放开 那你要告诉他你要分几群 所以他是一个半监督市的 半监督市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你要告诉他你要分几群 他不是一个完整 自动型 自动的 好 那我们假设在 这边分三群好了 我们分三群 你有没有看到 他是不是帮我们把那个 就是 客户 客户分的 这边是一群 然后这边是一群 然后这边是一群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红色的是往右上跑 有没有看到 我觉得他至少这边分纜 我觉得他要扣掉那个右下角那一个 右下角是谁 这个要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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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扣掉 扣掉他在这边也很好 也很棒的地方就是 他有一个叫做 然后你可以自由选 自由选是这个工具 这个 套索 工具 好 例如说我自由选 我选 这些 这个 我绝对不要 好 我只选这些 放开 有看到吗 有没有看到 就是他 这个工具他很灵活的地方 你自由选 然后他直接在 图上面就直接画给你看 还有这个工具 在Mobile上面也可以做 在那个Pay的上面也可以给 就是主管来去做这件事 你看我现在是不是把这个 这个就发歪了 还有这个就发歪了 就远离 远离这条线 而且是往右下方 我扣掉两个 公司的那个 就是 很高销售 但是利润虽然 很低很低的 而且是部署的 好 你有没有发现 这家公司这样子大的客户 他说往右上跑 可是 可是 另外 另外两类 另外两类是 大中的 小资客户 还有中间 中间型的客户 居然都是 往右边去跑 这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 销售额 销售额 跟那个 获利 基本上根本就是 没有什么 关系 这个往右上跑是有关系的 销售额越高 利润越高 平的话 甚至往右下跑 哇 太糟糕了 可以吗 OK 就是 请问一下 你觉不觉得 很快的可以帮助你 画一些图出来 然后接下来你可以跟 你的指导教授 来去 互动 你可以跟 医生 互动了 可以吗 所以他跟你讲说 麻烦你我只要看右上脚那6加 你是不是可以很快速的去拳出来 所以你说这套软体 棒不棒吗 好不好啊 好 没什么反应 继续 这叫做 分群 散布分析跟分群 好 那可以用在那很多很多的时候 那 为了我上课方便 所以我 介绍那个客户介绍到这里 因为 你们知道客户总有多少加吗 好 来做一下给你看 客户 客户总共有多少加 这边 客户有多少加 其实我可以 直接把它 直接测量值改成这个 COUNT 而且要改成这个 他不管出现几次我都只算他一次 计算次数知道是什么意思 次数的计算就是资料总比数了 这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现在看客户总共有几 并 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 这个右边 这个客户名称 快速点染上客户名称 是不是有这个栏位 然后接下来这个如果 请点右边往下的三角形 然后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 有一个叫做 那个 测量 然后COUNT 跟COUNT Distinct Distinct就是 只算一次 的意思 好 点他 哎 跑得好慢 好我们来去看一下 总共793家客户 答案对不对 答案对吧 谢谢 你们其他人都是793家客户名称吗 是不是 是 给个回应 怎么会 那我们接下来 来去观看一下 我因为要接下来想要教你动态分析 动态分析 所以我们换一个主题 我们来去看公司的 各 各 指产品 各指产品 他们的 销售行为模式 销售跟利润的行为模式 可以吗 好 因为行为模式的分析是蛮重要的 所以我先把 这个栏位我就 丢掉了 怎么丢掉呢 其实我直接把这个RAW里面我画的东西直接搬到 搬到这个RAW之外 你就等丢掉了 好 我们 除了这个方式 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方式 这个方式 有看到吗 XX 这个 整张仕图重划 Clear 好 那我们现在 来去画一下 各指产品的 销售 利润 行为模式分析 你要记住 还有包含 行为模式 销售 就好像说 请问一下 有一个人 他考试 第一次考试 他考60 然后最后一次考试 他也考60 你就可以说 他的学习总平均就是60吗 不一定 因为他可能有第2次考试 第3次考试 第4次考试 对不对 所以你会不会想要 有一个更精确的判断 就是说 把他的过往的分数都调出来 来去做一个判断 现在我就要教你 如何把过往的所有的数值都调出来 然后我们来去判断一下 好我们来去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紫产品在哪里 紫产品 我一定都是在这边找 因为上面是Dumation 好 紫产品是不是 稍微往下拉一点 有看到 Product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Category 跟Sup Category 快速点两下 这样是不是所有的紫产品都列在这边了 好 假设20种 假设这边20种 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要快速点两下销售 快速点两下利润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完成了这张资料表 请把它改成 请把它改成什么呢 改成这种 散步图 散步图 我习惯把这个 放成 Entire来看 因为 我等一下就要告诉你 联动分析 可是在 介绍联动分析 之前这个 紫产品的 销售利润 行为模式分析 我先把它放到 Entire 然后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这个原点 这个 原点 我希望是 实心 那其实 因为我希望这里面多多少 全部都跟你讲完 那你需不希望改成那个 实心 当然希望的话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有看到 shape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 实心的 还有 请问这个 原点 大小能不能稍微大一点点 要改哪一个 size 很好 至少 有一位同学 愿意回答我的问题 有看到吗 这样原点稍微有点大一点 那如果说你今天你希望把那个 这个名称也秀出来 好 那我们就直接把什么 subcategory 放到 label 好了 我们 现在这个资料会不会动 不会动 对不对 现在资料不会动 这就是标准的 散布图 这一下是不是也可以做出来 可是我现在要 介绍那个技术 我们都是动态展示 居多 那既然是动态展示的话 我们 请问你 动态 一定是要用 连续型资料 对不对 什么叫连续型资料 像那个 日期啊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就把那个 older day 搬到 pages 可以了解吗 一定要连续型的资料 所以接下来我就把这个 上面 在卷轴 垂直卷轴 拉到上面 older day 搬到 page 好 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 这边呈现的是 year year 有看到 好 你可不可以改成用 别种的方式 这边 可以去调整 可是我们现在就看 year 看year 可以吗 好 接下来 接下来 这边有看到 因为 配举有内容 这边 会有东西 你筛选有内容 这边也会有东西 好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当你今天 这有一个往左的方向键 停止 跟往右的方向键 现在停在2015起 2015年的时候 那当你现在点一下2016 当你点这个播放 他就开始跑 可以吗 再跑一次给你们看 就是我在点这个往右的三角形 有看到 他就开始跑了 可是问题是 你觉得老板可能会 可能会记得住看的什么东西吗 好 其实我跟你讲 老板这时候他一定都是看最右上角的那一个产品 对吧 你觉得老板会关心左下角还是关心右上角 一定是右上角 好 来麻烦请点右上角 所以右上角你会点什么 Bones 但是其实Bones 不是 那么好 为什么 销售额高 未必利润高 可以同意我这个说法 所以今天我就要教你 那我们拿出毛利率来去看这件事会比较好 你不能永远都只看量 举例来说 举例来说 我们来去看一个率 我觉得会比看量来的好 好 我们现在 比较 不是比较好是比较正确 举例来说台北市 台北市结婚的对数永远都会高于花莲市 那是因为台北市的人口数多啊 可是如果说你拿人口数来去做校正的时候 那个结婚率可能就未必台北市会高于 台北市结婚率会高于花莲市 好所以率 我觉得比较重要 那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如果你现在想要去看 风 所以点他 没有什么反应 他过往的资料都没有呈现 那是因为 这边有一个show history 没有 狗选 所以请打勾 好 还有呢 还有这个show history 请点这个往下三角形 麻烦请选over好了 marks to show history for over 全部都呈现 然后要显示尾巴 要显示尾巴 或者是 或者是我要显示尾巴 但是我只针对滑鼠游标选到的 而且 这个尾巴是 只要有选到的才选 这个selective 是这个意思 over就是 所有的纸材料都选 所以建议是用selective 然后要有尾巴 好然后接下来 我们现在再来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 第一年 变到第二年 他是往左下跑 然后接下来他往右下跑 往左下跑跟往右下跑都不好 最后一年呢 他往右上跑了 可以了解吗 而且往右上跑的幅度 销售蛮高的 销售蛮高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点 请问 你需不希望 公司说的产品都像这样子 对吧 这个行为模式真的非常重要 请你回家自己去探索 例如说 这个地方我想要改成季为单位 就是年季 跑完2015年第1季 再跑2015年第2季 再跑2015年第3季 因为我现在都还没有教你写程式 所以不以写程式的方式来去做这件事 你通常会希望把那过程都呈现出来 甚至 你会去看 例如说这两个 的差别 这两个的差别 所以控制加按住 的时候再去点第2个点 你是不是就可以去做这两个项目的说明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去做一些产品的分类 不管怎么样 你现在去看 我们是签 纸类产品 来去看 销售与利润的行为模式 所以基本上它都是往右上跑 这条趋势线绝对不会变的 不会因为说 你未给它 资料一下是用什么方式来去看 刚刚我们用的是什么 客户名称 有印象吗 现在我们是不是看纸类别的产品 然后它就会产生趋势线 不太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变化 一定都是用左下跑到右上 好 这是因为 资料干净的原因 对吧 如果说你从不同面向切进去去看 得到 不太一样的结果 这个时候你就要怀疑你的资料 干不干净 好 我们继续 因为 还有几个分析讲完 我一定要教你们占比例分析 占比例分析 占比例分析是什么意思呢 好 这个应该叫做动态了 Motion 接下来一样 也是新开一张资料表 我教你们占比例分析 通常我们在画那个 类别产品 有看到类别 Credo Gory有看到吗 然后它的销售额 我们通常会用圆形图来去画 可是我不喜欢圆形图 因为圆形图 你也找不到那个百分比在哪里 对吧 因为这边就是没有百分比 其实有 我也不太想要教你百分比怎么叫 怎么把它秀出来 可是我觉得 可是我觉得我要教你另外一种呈现的方式 另外一种呈现方式 例如说直条图 例如说用直条图 我转一个方向 请问 这张图应该很容易画 就是各类产品的销售额 好 我们先画出来了 刚刚是用圆形图 圆形图最主要是看比例 那我们现在也可以看比例 而且我们先把它 那个 比例画一下 怎么呈现比例呢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因为 他在 2017年 2017年的时候 他出现这个LOD 颠覆整个市场 颠覆整个市场 然后微软一直都 穷追猛打 一直都没办法改正他 干脆他就开了一个 我的软体是 我的PowerBI是完全免费使用 请问你要用免费是付费 如果以初学者 第一次使用BI 你当就说 好 我先把免费的玩玩看 对不对 所以他就 大概2016年免费 2017年 他就稳坐 龙头宝座 今年我看到那个BI 软体类 的一个分析 Tedrill还是第二名 他已经三年第二名了 第一名 三年全部都是跑BI 好 好 那我要讲一下 2017年他推出这一个功能 非常棒 就是这边 Sum Sales 我可以直接 直接去算LOD 在这边 Quick Table Calculation 麻烦请选 比如说百分比 Percent of Total 这个 我们把那个标签打开来 这个 这个T 这个T呈现 可以吗 当我们今天呈现 我觉得因为是视觉化工具 所以建议用 也许是用这种方式来去呈现会比较好 我觉得会比原型图呈现来的好 好 我现在把它排序一下 因为我们习惯就是说 从左看到右 由高排到低 所以怎么样排序呢 我们是依照直 依照Y轴的直来排序 所以点一下它 点这个Y轴这个标签 点一下它 有没有 由高排到低 好 我想这一张应该没有很大问题 看你要不要把小时搬到颜色这边 好 因为我要准备一张联动了 这就是那个 我觉得比较好的类别分析 因为 我刚刚是不是讲说如果说从那个连续性分析这边 我们看到说2016年它的销售额是比较高 你会不会想要知道说那是哪一类的产品 销售额 销售变高了 然后接下来是哪一类哪一个子类产品 销售额变高 对不对 我建议都是改成用百分比的方式来去呈现 可以吗 百分比 所以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 组分类 组分类的销售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 直接把这一张这一张滑鼠右键复制 这一张 这一张复制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这边有没有看到 组分类做完了 紫分类也做完了 紫分类有看到吗 紫分类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本身是有关系的 它本身是有关系的 有看到 它这两个它都放在 Product 底下 所以它就关联 就直接建立好了 所以当你组类产品的销售建立好 那紫类产品也跟着建立好了 或者是 或者是 现在我要请你动手做一件事情 把这个 紫类产品 这个 这个 category 这个category 我们不 我们不移除好了 我介绍另外一种 就是说直接换 直接换 这个是不是subcategory 直接拖曳到这个地方 直接贴到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就变成subcategory 就是 这一张应该叫做subcategory sub dash 这一张应该叫做subcategory 就是一张 一样排序一下 一样排序一下 可以吗 颜色 颜色 越深代表 它所占的比例越高 好 我们现在要去探索内容 然后 然后这边有一个很重要叫做 这都叫占比例分析 因为我都只有划出那个百分比 好 那我们现在要来介绍 介绍 dash bo dashbo 也就是说 联动分析 请问占比例分析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下一件事情 这边 终于要讲到dashbo dashbo 你看看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快要下课前的那个时间了 所以应该要讲到另外一种 这叫dashbo dashbo 就是仪表板 仪表板 仪表板它可以去做那个 就是放很多张视觉画图表 放在一起 你去看那个飞机的仪表板 如果你有机会去NH 有一个那个航太 必须要去的一个博物馆 你就会看到飞机驾驶座 是不是 非常非常多的那个视觉画 那个gauge 那个 放在那个地方 这就是 仪表板的用 那我们现在放几个 要联动的 可以联动的 好 不是每一个都可以联动 举例来说 我们刚是不是做了一个 各年的销售 各年的销售 对不对 好 我们先把第一张图 对了 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我习惯会把 这个 这个size 先锁定 锁定为 这个 自动 自动它就会放成 这个比例的大小 好我比较喜欢这样子 不然它自动 其实它 原本预设是蛮大的 好我们先把第一张图放进来 叫做 year sales 就是每一年的销售 好 第一张图已经放进来整个满版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 当我点这个 等一下再点 对我们先把 当方是不是有做 子类 子类的销售 拖一套 放到右边 再来把那个 那个次子类 应该说是这个叫各类的产品 你这叫次子类的产品 搬到这边 好 这张图我想呈现那个标签 好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这三张资料表 这三张资料表是不是放在一起了 对不对 你现在点各自为政 各自独立 这样就不能构成分析了 你会不会希望说 假设你今天你点了2018年右边两张资料表跟着 好 各年所占的 主类别产品的占比例 那个子类别的占比例 希望吧 对你希望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继续往下来看 你看哦 现在现在当我点我们看这个资料是不是2015 2016 2017 2018 所以我们 假设先看这两张好了 这两个好了 当你点2017年你会不会希望这边跟着改变 会啊 可是他现在不会变 当你点2018年这边希望改变 但他都没有改变 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 只要点这一个 只要点这一个 请点一下就好了 你点一下没感觉 可是他变成白色 就代表你已经点了 可以吗 这个 这个 点一下 它会变成白色哦 好你这个时候你再点看 例如说当我点 2017 2017 2017年 当我点了2017年 请看 哪一个类别 卖的最好 是不是技术类 技术 当我点了2018年 也是技术类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哦 可是当你点2017年你去看哦 这边有看到 Technology 然后 那个 家具 家具 办公用品 他是成这个方式的 我想三个 前三名 应该还不容易忘记 那我们来看 2018年 有看到吗 家具类 家具类从第2名 降到第3名 办公用品从第3名 提升变成第2名 有看到这件事情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得到的一个结论 应该是说 2018年的销售占比例 销售组合分析里面 发现 就是我们的办公用品有提升 然后家具类的 那个产业有下降 请问有看到这件事吗 好 那请问你 紫产品是不是也可以看到这件事 请问 2018年 哪一个 紫类产品 有 下降 有明显的下降 不对 应该问上升才对 因为这边 这边主要就是 2017年变到2018年是上升嘛 好 请问 2018年哪一个紫产品有明显的上升 答案是什么 就FONS啊 绝对是FONS啊 从13 电到14.37 对吧 对 你们不会拿 我就知道 自问自拿 回去 隔壁就 在座还有医生在现场 然后去看了 然后找你们去 那个挂号费 OK 有看到吗 就是FONS啊 FONS是不是明显的上升 对不对 可以喔 到时候我希望你们也要去做这样子一个联动分析 这样子的故事才会比较完整一年 你不能讲说 好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张资料表2017年变到2018年 我们有 那个很显著的上升 可是 接下来就没了 这样就不好 这故事不完整 我建议你应该是说 在 组类别产品里面 发现 发现主要的变化应该是 那个 办公 设备 上升 然后 可是在那个 纸类别产品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 就是这个 FONS 还有 大幅的上升 而且FONS还是 公司的主力的产品 2017年好像是第二名 2018年就变成第一名了 这都是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可以吗 好 希望说你们要 就是 回去的时候 回去的时候 而且 你有没有发现 坐标轴这边没有改变 比较 容易让你看到 你想看的事情 甚至你还可以多比较一下 你看 2015年 2015年 如果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2016年应该是要上升才对 可是它是不是下降 这不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吗 讲到这个地方 针对这个 联动分析 有没有问题 你改的是 它那边有直接排序 你要排序 你要 这个排序 这边可能就不能做 这样子 要排序了 因为 这边的控制是来自于 这前面 要前面那边 因为前面我已经锁定那个排序了 前面 重点是这些 这些资料表 这些视觉化图表 我已经锁定它排序了 主要是那边的排序 好 我们来看预测 预测 好 再加一张图表 我们来去做 Forecast 预测一定要用连续型的资料 好 那例如说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有 很多很多的资料 例如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 我们有 各年 各年的销售 各年的 利润 其实 我们其实 最好是先预估 就是说 明年的销售会有多少 这个预测绝对是有 有助于 例如说我们的生产制造 还有我们需要囤积多少的库存 好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假如说我今天我想要去做这个预测的话 我们以 older day older day的销售 来去做预测 可是呢 你在这个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应该要 我们应该要用的是 因为我觉得预测 4年的预测 跟 16季的预测 跟 48个月的预测 我觉得48个月的预测 会比较准 4年的资料 那你去预测 我觉得 抓出来的那个预测值 它的一个 Rough 它的一个变化 可能 蛮大的 好 可是如果说 你提供越多期的资料 那是不是相对的 相对的 我们就可以越精确 越精确 好 那我们把它换成 折线图来呈现 用这种折线图来呈现 这边是不是 这边就是2015年的1月2月3月4月5月可以吗 我用的是这一种图 我用的是这一种图来去呈现 连续性的呈现 记住 不可以是这一种 不可以是这种 不可以 淡季旺季 不可以做预测 好 一定要是一个连续 就是我已经有连续 例如说48个月的资料呈现在这边 然后我是不是想要去预测出来 后面 例如说2019年1月 2019年2月 对不对 这就叫预测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怎么做预测 预测蛮简单的 就交给 就交给他就好了 例如说 我先把这个 值先呈现出来 好 请点这个 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 Full Caste 快速点亮一下 他帮我们做完了 快速点亮一下 他就帮我们做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他帮我们做完了 到底准不准 这是你想要知道的答案吗 还是说 好吧 就听电脑的 一切听电脑之后 你就被洗脑 比如说 买书 买书啊 好 你去box 他是不是会 下面有推 你选了 你 查了哪一本 说下面是不是有推荐的书目 然后你可能会参考 推荐到最后的结果 你就变成不用判断了 反正你就点那个 什么 推荐名单 好 这样子好吗 这样未必好 你看一下 我觉得至少我们应该判断一下准不准吧 对不对 你知道什么叫准不准吗 什么叫准不准 举例来说好了 至少这四期有看到 8月 9月 10月 11月 这是真实资料 对不对 对啊 这是真实资料 好 那干脆 干脆我就 先来去做什么 筛选 我就把这三期 我先把它遮住 我就把它遮住 然后看他能不能预测出来 你看嘛 他在这边是不是 12月他预测到这个地方 可是 你有没有发现他预测 1月 2019年1月 是不是大幅下滑 滑到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来去看 历年的1月都很低 这1月在这边 下一个1月 下一个1月在这里 有看到吗 下一个1月在这里 下一个1月 在这里 下一个1月 下一个1月在这里 好 所以他预测 下一个1月 又比他稍微高了 一点点 有看到吗 那你看2月是不是也下降 这是要预测出来的 你们觉得这样预测准不准 我觉得还蛮准的 好 那我们干脆把最后 3个月的真实资料 干脆我们把它遮起来 然后我们来去看他预测出来 结果是怎么样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什么意思吗 就当你今天拿到资料 不是有一种叫 Chain Model 我们是不是拿70%的资料 当做是训练级 对不对 那是这样子 我只要告诉你 其实他的预测 他根本就是用那个 我们叫做移动平均法来算的 那个预测是 最最最简单的预测法 也就是 他取 4个月 4个月的平均值 4个1月的值 然后 放在这个地方 好啦 我们来遮 怎么样遮住 9月10月11月 是不是 这边有一个叫做 筛选 所以我们把older day 搬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要到月 对不起 我可能 呃 我只要 遮住 9月10月11月 所以不可以这样选 那 我要选older day 搬到filter 用年 全部 假设 好假设我先遮住一年好了 假设我先遮住一年 我显示filter 我把2018年遮住 你看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 他只算到2017年的11月 有看到吗 我们来看一下 2018年他算出来是不是8万 有听懂我现在说的意思 2018年的12月 他算出来8万 然后呢 2018年的 2017年12月 他算出来8万 好你可以帮我记一下8万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直接掉到 掉到什么 2万4 然后16 可以吗 请就帮我记这三个数值就好了 来勾一下 2018年 你看刚刚 2018年 他这边 2017年12月 他这边是不是算出来 预测是8万 对不对 接下来是往下掉 掉到4万 掉到1万 掉到2万 然后掉到2万 掉到2万 然后1万6 可以听得懂我现在在说什么吗 他至少抓出来的数值 比你不知道来得好 可以当作参考 预测都是参考的 你不要把预测就当作是一个规念 当作是一个标准 我们一定要达到那个数字 但是 但是我也看过有些人 他就是把预测值 乘 1.3 当作是今年的指标 我有看过有些公司他是这样子玩的 好 达到这样子的目标 好 年中 发放奖金是多少 然后达到乘1.2 他的目 那个目标的时候 他的奖金又是多少 好这样大家可以了解吗 我大概今天 介绍了很多他这里面 预设的 例如说怎么样去做连续情分析 动态分析 散布分析 地理分析 然后预测分群 联动分析 占比例分析 这些无非就是希望说你可以透过一个很好的工具 快速得到一些 就是你看到的东西 但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用写函式的方式 写函式 写一个简单的函式 例如说 我举一个例子 因为这个例子蛮简单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销售额跟 profit 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 可以计算出博利率 所以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点那个profit 然后这边 create 然后接下来这边 是不是可以 用这个 Calculate 然后来去产生出博利率 好 例如说我打 pro pro 3 rate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习惯 就是说 打 试着运算符号 前后 都加一个空白键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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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谁来除 获利 利润被谁来除 被这个来除 Sales 直接把Sales 搬进来 然后OK 我们是不是就有一个 出博利率了 好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出博利率 例如说 各子类产品 各子类产品的 出博利率 所以 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选 子类产品 出博利率是不是 这个 properate 快速点两下 可是这个出博利率稍微注意一下 毛利率怎么可能高到超过100%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出博利率改成什么 改成 这边 测量的方式不是用加的 而是用 平均 就是 就是 每一个产品 它的出博利率全部都被我们算出来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改成 折线图 就可以发现 有的高 有的低 排序一下好了 排序一下 按照出博利率 排序 Label 在公司里面 出博利率是最高的 最高的 0.4 0.4 这个出博利率就要改成那个百分比 所以怎么改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 预设的 properties 就是它的属性 请把那个number 就是数值的fullmate 改成百分比 percentage 只要是小数位 我都希望 我只希望它呈现一位就够了 因为毕竟有 有很多fing 所以 OK 可以吗 43 Label Label 它的那个 平均出博利率是 43 为什么叫出博利率 因为我还没有扣掉什么 例如说 人事的费用 公司的 那个 管销费用 我都没有扣掉 所以你就要出博利率 只是很单纯算出来说 这个产品 假设我今天 我卖 100块 他可以得到 他可以得到43块 的 利润 大概是这样子 这是因为 你不可能永远都停留在一个什么情境 就是 像我刚刚一个韩式东雷学 可是我现在写第一个韩式 而且 我今天我有出一个 作业 请你们一定要回家 去做 就是说 回去查一下 义辅这个韩式怎么写 因为你要先做 年龄的分类 例如说 BMI 我请你算 BMI 请你算 年龄别 年龄别 你知道怎么算吗 因为我们是 比如说 40到44 归类在一个群组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 比如说 假如 年龄别 几岁 然后大于 40 然后 小于 44 大于等于40 小于 45 OK 然后归类到 40 到44 岁 类似这样的写法 回去查一下 我想Kabriel 那个韩式 不难懂 然后 就是前一门回去 把那个重工资料 一个很基本的 就是说 年龄 有没有 年龄的分布 还有就是 性别 性别 男生多还是女生多 还有就是 那个 年龄别 性别 BMI 变来 两 两 比如说 18 到20 18 19 一个 group 然后 20 20 大概是这样子 这就是我们的作业 请用Kabriel 来呈现 记住 两周后的 星期四 23.59 分前 要把 作业上传 上传 会上传吗 请你上传 Jabriel 就是档案储存 请传TW BX 就好了 可以吗 好 大概是这样 那 我们今天介绍这么多的关系 希望对各位 那个下次上课的时候 稍微再复习一下 因为下次上课 一定 就要开始讲那个韩式了 好 那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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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